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恋爱五年 电体鳞伤 这回我决定找个老师人 直接嫁了 陆恒就是我相中的老师人 长相平平 性格木讷 家世普通 一看就属于没有花花肠子的老师 为了抓住他 我在上网搜索了各种攻略 传言老师人都喜欢乖巧的 于是我特别放弃了 过去钟爱的辣妹妆 买了法式碎花裙 硬装温柔软妹 相亲那天 我娇羞地坐在陆恒对面 问男人 陆先生平时都有什么兴趣爱好 陆恒带着黑色矿镜 声音沉稳 我比较宅 周末就喜欢 在家看看书 养养花草什么的 文言 食指不沾阳春水 号称夜店第一女王的 我赶紧接茶 那真是太好了 我也喜静 平时就在家研究菜谱 做做手工 凭借精湛的演技 之后的交往 就变得理所当然 陆恒是程序员 工作比较忙 也只有周末 才有时间约着看看电影 吃吃饭 交往下来 我发现陆恒这人 果然一如我猜想 忠厚老实 无不良嗜好 非常可嫁 然而唯一的苦恼就是 他实在是太老实了 交往两个月 我俩连个小手都没牵过 按照这个进度 我得啥时候才能结婚啊 听说老实男责任感都很重 于是我打算做点什么 拉拉进度条 没想到很快机会就来了 这天部门聚餐 我特地多喝了几杯 灵机一动 便给陆恒打电话 请他过来接我 我盘算得很好 夜黑风高 孤男寡女 醉酒装风 我就不信他把持得住 陆恒来的时候 我就坐在餐厅门口的石墩子上 还好吗 我仰头看向这人 身上穿着白衬衫 呼吸有些急促 应该是匆匆赶过来的 我使劲掐了下自己的大腿 疼得我眼睛湿漉漉的 娇声娇气地喊了声 头疼 陆恒接过我的包 背朝我半蹲下身子 我顺从地爬上他的后背 揽住男人的脖子 陆恒的后背宽阔 我趁机摸了一下前胸 硬邦邦的 意外的身材不错 同事已经走了 深夜的街道只有我们俩 我装醉在后面 故意蹭着他的身子 然后我发现 陆恒耳根肉眼可见的红了 我心头微动 现在居然真的有这么纯情的男人 交往两个月 这还是陆恒第一次登堂入室 男人轻轻把我放在床上 喊了我几声 我没音 故意踹开被子喊热 然后将上半身的外套 蹭掉露出肩膀 等了几分钟 对方没有任何反应 房间内静悄悄的 忍不住眯起一只眼 房间内除了我 哪还有第二个人的身影 走了 他还是不是个男人了 我直接坐起身 拿出手机开始搜索 男朋友过于老实 交往两个月 没有任何亲密行为怎么办 很快跳出来最高赞的回答 据我所知 这世界就没有老实男 不是骗婚就是不行 劝楼主三思 评论一六烟全是 真像了 据我的观察 骗婚我感觉不太可能 所以是 陆恒 不行 因为这件事 我一个晚上都没睡好 不禁感慨自己命运多舛 我曾有过一段感情 对方条件很好 在北城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只是五年来 他从没和我提过结婚 前一阵子 他终于求婚了 只可惜 对象不是我 我听到他跟朋友说 再好的女人满五年也腻 况且结婚嘛 总得找不听话的 然后这句话就被传开了 圈内开始疯传叶青池和我分手 是因为我太放荡 明明一亲别恋的是叶青池 到头来 却是我声名狼藉 后来 我认识了陆恒 以为终于遇见了一个 能托付终身的人了 结果他还不行 迷迷糊糊一直到了天亮 手机突然响了两声 是陆恒 好些了吗 我抑制住复杂的情绪 好多了 昨天给你添麻烦了 我在你家楼下 给你带了早饭 方便地画下来拿一下 顾不得回复 我赤着脚跑到窗边 楼下果然停着一辆黑车 陆恒靠在车边 低头看着手机 随便套了件衣服 我就跑下去 你怎么突然过来了 怕你宿醉难受 不放心过来看看 心口被男人的体贴 熨烫平整 陆恒难得不需要加班 趁着周末 索性带我去了趟郊外 阳光刺眼 陆恒包里放着水 体恤地帮我撑着遮阳伞 每次我说话 都会侧耳倾听 笑容温和 给我一种 我有被珍视的感觉 只是 他表现得越好 我就越纠结 一天你都心神不宁 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没想到了晚上 陆恒把我送到门口 突然问出口 我以为自己表现得不明显 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不是 就是工作上的是 陆恒揉了揉我的头发 轻松点别想那么多 早点休息 我点了点头 往前走了几步 陆恒还站在原地 心一恒 我转身重新走过去 在陆恒诧异的眼神里 我勇猛地点起脚尖 稳住了陆恒的唇 不管了 不行就不行了 陆恒愣了一瞬 随即闭眼加深了这个吻 拥抱间 我感觉有什么不对劲 整个人僵住 陆恒也意识到 自己身体的变化 凭下动作道歉 对不起 脸甚至比我还红 但我顾不得这个 盯着某处傻愣愣地说 你不是不行吗 陆恒一愣 随即意识到我说什么 谁和你说的 不是 是你一直 我就 陆恒再也忍不住 弯腰直接把我抱在怀里上了 进了房门 他把我压在墙上 稳住了我的唇 彼此呼吸急促 就在我觉得 他快要忍到极限的时候 陆恒陡然松开我 不是现在 我眨了眨眼 没听懂对方的意思 陆恒稳了稳情绪 家家 我们结婚吧 活到这么大 我还真没听说过 有人为了这种事领个证的 但陆恒目光认真 眼神坚毅 丝毫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意思 鬼迷心窍 我点了点头 于是 隔天我们领证了 从民政局出来 我整个人还晕晕乎乎的 我确实是想拉快进度条 但现在 拉得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陆恒心情倒是不错 以后请多多关照 陆太太 陆太太 我咀嚼了一下这个词 感觉 还不赖 领证呢 是过于匆忙 我们甚至根本没来得及 跟公司请假 陆恒 把我放到公司门口 探身过来 啄了啄我的唇角 晚上见 晚上见 至于晚上 见了要干嘛 不言而喻 大概是多了 领证的环节 让我和她的第一次 还莫名多了那么点 仪式感和期待感 这一整天 我都心神不宁 始终惦记着晚上 然而快下班的时候 我接到了陆恒的电话 临时来了两个客户 要去陪一下 晚上还不知道几点结束 说不失望是假的 我抓了抓脸颊 不着急 正是要紧 你也是正是 晚上在家乖乖等我 我心虚地看了眼周围的同事 发现大家都在各忙各的 才压低声音 嗡了声 又感觉似乎不够重视 补了句 等你 那天原本我是打算回家等陆恒的 但半路接到了闺蜜李玲的电话 喊我去酒吧坐坐 我试才记起 今天是她生日 左右想着陆恒今天 应该不会太早 时间上应该也很富裕 便赴约了 但人哪 就是不能心存侥幸 当我穿着紧身亮片裙 披散着头发 从舞池挤出来的时候 和陆恒直接来了个面对面 他身上还穿着白天领政的白衬衫 没喝酒 看起来神色清醒 我人傻了 还是陆恒先反应过来 裙子很漂亮 我尴尬到脚趾全缩 半晌才愣愣地回了句 谢谢 我也没想到 阔别几个月第一次放纵 就被现任男朋友 新近老公逮了个正着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最后还是李玲走过来 打破了僵局 她不认识陆恒 凑过来单手搭在我肩膀 又是跟你搭讪的 这个姿色不错 考虑考虑 这时我才注意到 陆恒没戴眼镜 头发上输露出光洁的额头 第一颗扭扣解开 锁骨迷人 和平日的装扮 叛若两人 陆恒礼貌地朝李玲点了点头 便转身离开 她一走 我立刻就尾了 粘头粘脑拿起自己的包 有点是 先走了 李玲不高兴 这才几点 你这么早回去干嘛 我是觉得你说得对 这个人姿色确实不错 我决定回家考虑考虑 说完 我就在李玲诧异的视线里 慢吞吞走了出去 陆恒已经在外面等我了 见我出来 把手里的西装外套 披在我肩膀 挡住了大片春光 我偷偷瞟了眼陆恒 嘴唇抿成一道直线 心往下沉了沉 这种老实男 估计最见不得的 就是自家老婆在外头抛头露面 更何况 今天我穿的还这么暴露 我这是触到逆临了 胡思乱想着 车在一家便利店门口停下 陆恒下车 等我一会儿 我低头在车里等着 思考等会儿 要怎么跟陆恒解释 男人在上车的时候 我特地瞄了他一眼 两手空空 也不知道买了什么 忐忑不安地到了家 这要开口 陆恒懒过 我直接稳住了我的唇 很快 亮片裙退落 当陆恒从口袋掏出小盒子的时候 我终于知道这人买的是什么 我喘得粗气 我还没和你解释 明天再说 对线诺言要紧 陆太太 结果就是 一个晚上的时间 幼儿园的车 直接冲上了高速 我醒的时候 腰酸背痛 陆恒已经起来了 正在阳台上 拿着个小壶 烟花惹草 男人又重新戴上 那个破眼镜 头发趴在脑门上 没半点疯狂的样子 起床了 我嗡了声 居然还有点 不敢看着人的脸 奇了怪了 明明骗老实人的是我 怎么现在 我感觉被他压制了 白天陆恒 一直没提昨晚的事 搞得我整颗心 七上八下的吊着 小心翼翼地 观察这人脸色 晚上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陆恒 关于昨晚 你就没什么想问我的 昨晚 什么事 酒吧的事 陆恒似乎被提醒了 确实有 我心脏再次提起 听见他说 以前 有很多人跟你搭讪 陆恒抿了抿唇 还有 我都不知道 你有那么多好看的 衣服 什么时候逐一穿给我看看 嗯 我懵了 所以 这是重点吗 也不知道 陆恒是真不介意 还是装的 反正他也没主动问起过 但我总隐隐觉得不安 果然第六感 还是灵验了 这天我下班 居然遇到了叶青池 这还是分手之后 我们第一次见面 叶青池靠在 风骚的豪车旁 看着我 放在我别墅的东西 你什么时候搬走 我醋了醋没 不要了 你帮我扔了吧 叶青池吃笑了声 当我家是垃圾收容中心 自己过来丢 说着叶青池拉开车门 我不动 他就挡在我面前 不让我走 人越聚越多 不少人都知道 叶青池是我前任 不想让别人看热闹 最后还是上车了 路上我给陆恒发了个短信 历史有点事 可能晚点回去 什么时候结束 去接你 我看了眼叶青池 到底还是给陆恒发了个定位 车子一路开到叶青池的别墅 明明分手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再来恍若隔世 叶青池站在我身后 你有密码 自己开门 我没动 分手了 我没有开别人家门的习惯 叶青池还想说什么 突然门自己开了 从里面探出来了个脑袋 是许瑶 他显然没想到我也在 邓元的双眼明显带着慌张 学姐 叶青池脸瞬间沉了下来 你怎么在这 我之前给你打电话你没接 所以就直接 我问我不知道学姐会来 对不起我这就走 我打断许瑶 不用 我把东西搬完就走 不耽误你们 叶青池解释 我不知道他会在 你们的事跟我无关 我甩开叶青池 走进房间 把桌子上的东西往袋子里装 突然发现 几个未拆封的护肤品被人用过 叶青池从不会乱动我的东西 唯一的可能就是许瑶 叶青池 我都不知道你现在这么穷 也不知道给未婚妻换一套新的护肤品 怎么 还是觉得我用过的东西特别好用 说着 我看向许瑶 这些东西反正都是我要扔的 不如学妹你亲自过来挑挑 想要什么就拿走 闻言 许瑶明显神色慌张了起来 慌忙和叶青池解释 那天 那天早晨 我不小心用错了 叶青池走过来 拽住我的胳膊 我给你换新的 别走了 我想挣脱叶青池 男人力气很大 我整个人被他拽过去 挣扎间 门口突然传来声音 家家 陆恒来了 我跑到陆恒身边 莫名松了口气 叶青池瞇了瞇眼 不介绍介绍 我先生 他似乎没领悟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结婚了 刚领的证 我明显感觉到 叶青池气压瞬间降了下去 我们才分手两个月 所以呢 在一起五年 你不是照样和别人求婚了 你知道那天我跟他求婚 只是一个玩笑 玩笑 那还真是好笑 陆恒牵住我的手 低头问我 事情处理好了 我点头 回家吧 就要出门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叶青池的声音 你知道他跟我在一起五年吗 被我玩腻的人 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叶青池 陆恒捏了捏我的手 当然开心 感谢你的不珍惜 能让我讨到这么好看的老婆 说着瞥了眼许瑶 这个应该就是你的信任吧 不愧是生意人 买毒还猪 特别划算 直到出了别墅 我整个人还在微微颤抖 让陆恒来接我 是因为我不想让他以后误会 我在和前任在结婚后 还有牵扯 但我没想到 叶青池恶劣之词 我不敢看陆恒的眼睛 垂眸说道 你都看见了 我和你想的不一样 你以为我想的你是什么样 我交握住颤抖的手 第一次和陆恒坦诚 我有个谈了五年的男朋友 他的条件不错 那段感情也受过很多人的关注 但是我们结束的并不愉快 我也因此受到了很多恶意诋毁 和你认识的时候 我不会做饭 更不会做什么手工 我会去夜店 也喜欢喝酒 根本没那么乖 也没那么单纯 所有的温柔体贴 都是我为了和你在一起 故意装出来的 你生气 想要骂我 埋怨我 只要能让你消火 我什么都愿意 你要想要离 话未说完 陆恒突然开口打断我 你刚才说 你什么都愿意 啊 陆恒弯了弯唇角 既然没那么怪 那不如晚上让我感受一下 你的狂野 我 我是这个意思吗 我狂不狂也不知道 反正陆恒那晚是挺狂野的 男人得便宜卖乖 就你这个体力 还好意思说自己不怪 我累到连抬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懒得搭理这人 转过头用屁股对着他 陆恒失笑 搂过我的腰 今天我没生你的气 相反 我很高兴 我一愣 前任之所有有一个前字 是因为他已经成为过去世 而我 更在乎你的未来 但我很高兴 你愿意信任我 和我分享你的经历 也很高兴 在你生命的低谷 我能陪在你身边 心头微颤 我看向陆恒 双眼通红 他吻了吻我的鼻尖 刚那么折腾你都没哭 现在怎么哭了 是怪我没卖力 陆恒 陆恒笑着起身 赤脚走到书桌旁 拎起了个什么袋子 我顺着瞧过去 居然是我今天从叶青池那边收整出来的东西 瞬间警惕 那是我打算丢掉的 他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介意转送给我吗 啊 看起来挺值钱 卖了换块表 叶青池家底殷实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对女朋友他并不吝啬 我还没回答 陆恒叹了口气 你男人穷 会过日子 后来我也不知道 那堆东西 陆恒是怎么处理的 隔天醒来的时候 那堆东西已经不见了 我也没问 几天之后 我还当真注意到 陆恒多了块表 只不过这人没带 放在抽屉里 也不知道买了做什么 就不隔应的慌吗 自从聊开之后 我在陆恒面前也自在了很多 白天他会先送我上班 晚上有时候 他心血来潮 还会亲自下厨给我吃 周末什么都不做 窝在家里一天都不会无聊 我能明显感到自己 和陆恒的感情正在升温 他开始让我觉得 结婚也还不错 周末李玲给我打电话 约我出去聚聚 李玲是我高中时代 就认识的朋友 感情一直很好 我突然想到 周边的朋友 好像还不知道 我结婚的事 就想趁着这个机会 把他介绍给大家 和陆恒说了之后 男人淡淡看了我一眼 我是不是应该感到开心 终于结束了偷偷摸摸的日子 被老婆认可了 什么时候偷偷摸摸了 这不是一直没机会吗 我脸微红 你到底去不去 去 陆恒轻笑 牵着我的手 陪我给你朋友买点礼物 老婆这么优秀 老公也不能太丢人 周末 陆恒还当真拉着我上街 陆恒能重视我的朋友 我自然也感到高兴 大包小包提着东西出来 正巧路过一家眼镜店 我拽住陆恒 看了眼 这人土掉渣的黑矿镜 陆恒 你要不要考虑换副眼镜 你不喜欢 不是 就是觉得不太适合你 我也是和陆恒在一起了之后 才发现 这人的外貌 极具欺骗性 他眼睛长得很好看 但偏偏选了一款和他极不相衬的眼镜 导致戴上之后 看起来就显得特别老实忠厚 一旦封印解除 整个人的气质就凸显起来了 陆恒没反对 进去的时候我一边挑一边问 你多少度数 一百左右吧 手一顿 我表情复杂 一百度 你至于戴个眼镜 习惯了 陆恒抿了抿唇 看起来有些难为情 我妈说我不戴眼镜 不像正经人 我忍不住失笑 想了想他晚上的样子 确实还挺 不像正经人的 最后 我看中了附近私矿眼镜 男人戴上整个颜值 瞬间上涨了不止一倍 愣了两秒 我又把眼镜摘下 算了算了 怎么了 你不戴眼镜的样子 还是我自己看看就好 我绝嘴 我干嘛要给自己找那么多情敌 落恒嘴角逐渐上挑 我见不得这人得意的样子 捂住他的嘴 走了走了 结果那天 陆恒不仅没打扮 就跟要逗我似的 临出门 还故意穿了件老土的西装 老婆 我这样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安全感 这题 我不想打 我和陆恒匆匆赶到 推开包厢 刚想打招呼 却猛地看见 除了李玲 叶清池和他的朋友也在 一群顽固子弟坐在包厢里聊着天 桌子上散落着昂贵洋酒 脚步顿住 我眼神冷了下来 我没想到 李玲会把叶清池这群人喊来 和叶清池分手的那段时间 我频繁接到这群人的电话骚扰 听说叶清池把你甩了 有没有兴趣跟我 我的钱可不比他少 清高什么 不就是个被人玩腻了的东西 后来谣言越传越离谱 连我周围的同事 都开始传我行为不检点 最后我换了电话 辞掉了工作 将自己封闭了很久 才慢慢走出来 这些李玲都知道 可今天 她还是把这群人喊过来了 见我站在门口没见来 李玲尴尬地走到我面前 事先没敢告诉你 局势叶清池请我帮忙组的 就是想跟你道歉 她已经知道错了 你还是给她个机会吧 哪对情侣不吵架 都是误会 说开了就行 误会 什么误会 我吃笑 是长期和我学妹许瑶 保持暧昧是误会 还是五年 不和我提结婚是误会 抑或是跟朋友 诋毁我是误会 李玲 我们认识了十年 我的底线是什么 你知道 我吸了口气 原本今天来是想告诉你 我结婚了 陆衡还特地给你们准备了礼物 但现在看来 好像也没这个必要了 说着 我拽着陆衡 走吧 话音落下 坐在叶清池旁边的朋友站起来 徐家 那天的事 是我对不住你 跟池哥没关系 说话的人叫张薇 他开口 池哥跟许瑶求婚 是我传出去的 也是我故意取解池哥的话 抹黑你的 我喜欢许瑶 也知道许瑶一直都对池哥有意思 就是想让他开心点 张薇脸上带着歉意 但我没想到 你真跟池哥分手了 这段时间 他也不少瘦 要怪你就挂我吧 张薇说完 其余几个 也都凑到我面前 和我道歉 叶清池靠在沙发上 嘴里叼了根烟 看着这群人站在我面前 眼底带着胸有成竹的笃定 似乎觉得 他屈尊将贵 带过来一群人跟我道歉 我就会原谅他 继续和他在一起 那一瞬间 我的厌恶到达了极点 见我要走 李玲追出来 佳佳 我知道你今天生我的气 但是我真的是为你好 叶清池什么身份 咱们都清楚 说句不好听的 离了他你去哪儿还能找到这种条件的男人 现在人家愿意跟你道歉 见好就收吧 别断着了 与毙还看了眼陆恒 当时佳佳是因为受了情伤 才答应和你相亲的 心灰意冷 只想找个老实人嫁了 对你不是真心的 佳佳前任的条件你也看见了 如果你真的对他还有一丝好感 就放手 让他幸福吧 陆恒一句话没说 他垂眸安静地站在我旁边 但那一眼 我心脏像是被人狠狠攥住 我没有一刻如此后悔 把陆恒带到这里 还受到这种无理对待 李玲 叶清池给你了什么好处 十年的友情 都没抵得住这种诱惑 想必数字不小吧 我松开陆恒 走到叶清池的面前 我和你分手的原因 你自己知道 许瑶不过就是个导火索 你现在之所以回来找我 不过就是 觉得我身边有了别人 你的虚荣心不允许 你不爱我 一直以来 你都只把我当作你的私有物 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 我从来都不在你女朋友的位置上 分手后外面怎么传我的 我不信你一点都不知情 你不解释 是因为你不在意 五年 我没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 要说我有错 那就是当时明知不可能 还是答应和你在一起 以后别联系我了 也别找李玲 我和他 友情也止步于此了 全场静默 大家都尴尬地看着叶清池 我没理会这些人的眼神 几倍挺直地走了出去 这件事 终究是击碎了 我对叶清池的最后一丝好感 出去后 眼泪终是忍不住落了下来 对不起 我不知道今天会这样 第二次了 我泪眼婆娑地看着路横 这是你第二次 因为别人和我道歉 我用力摇头 不是的 是我 李玲说的不是全部 我知道了 我没有蠢到 因为别人三言两语 就怀疑自己的老婆 上一段感情中 你是受害者 这个世上 受害者不应该跟任何人道歉 更不应该替他们道歉 我用力点了点头 乖 她重新牵起我的手 回家 给我老婆下面吃 后来 李玲给我接连发了几条信息道歉 我都没回 这件事我最没办法释怀的 就是李玲的背叛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双臂抱息和陆恒说 高中我们就是同学 那时候每天粘在一起上厕所 后来我们考到了一所大学 关系就更近了 几乎无话不谈 但我没想到 有一天 李玲会站在我的对立面 我和叶青池之间的事 她是知道的呀 她怎么能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 甚至还伤害了我如今的伴侣 你说 人都是会变的嘛 人生就是一趟列车 每个人目的地都不同 有的人提前下车了 有的人中途更改了终点 你不能说他们错了 只是大家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跑着 不断优化着他们自以为的最佳路线 所以叶青池才是李玲选择的最佳路线 那你呢 你会变吗 我的终点 在这儿 说着 陆恒指了指我心口的位置 你不走 我就不变 话术老套 但我心脏忍不住空了一拍 我意识到 自己好像心动了 尴尬地转移视线 我搓了搓自己的手臂 不行不行 太恶心了 我听不下去了 说着想起身 被陆恒按住 男人迫使我直视他的双眼 佳佳 要不要嫁给我 我们已经领证了 陆先生 那次不算 为什么 目的不纯 想到上次荒唐的结婚理由 我还是忍不住笑出来 行不行 我不好意思开口 敏唇不答 陆恒凑到我耳边 老婆 别欺负老师 说到这个 我才要大呼冤枉 忍不住伸手重重打了他一下 你算什么老实人 在领证满六个月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终于爱上陆恒了 那天之后 叶青池没有再找过我 反倒是某天我突然收到许瑶的信息 学姐 学姐夫喝醉了 一直在喊你的名字 我把定位发给你 你来接他吧 见我没回 又给我发了一条 我跟学姐夫真的是误会 就是大家喜欢他跟我求婚的 他也没想到 你会突然出现 我没想过破坏你们的感情 要真因为我分手了 我良心真的好不安 我还没回 手机就被陆恒抢走 建议我帮你回吗 我摇了摇头 靠在他肩膀 看他说什么 我是家家的丈夫 他睡着了 叶总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在警局有熟人 需不需要帮忙联系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陆恒直接帮我把许瑶拉黑 我哄一次老婆也很费体力 以后麻烦让我老婆 离这种只会提供负面情绪的人远点 可以吗 我忍笑 好 一个月后 有天我看新闻 突然发现张薇出事了 据说是被举报其名下公司 跟国外资金有什么勾结 涉及国家安全 目前正在被立案调查 而张薇本人也被有关部门扣押待审 张薇跟叶清池家事背景相当 以前两个人始终脱为亲近 我把陆恒喊过来 以前张薇没少欺负我 就是他四处抹黑我的 现在看他出事 我居然还有点幸灾乐祸 你说我这人是不是特不善良 以德抱怨 何以报得 你这样挺好 我咧了咧嘴 感慨 真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举报的 我要是知道了 一定亲自登门拜访致谢 有机会的 我沉浸在快乐中 没听清 你说什么 陆恒摇了摇头 没说什么 张薇出事 我猜跟他交往过密的叶清池 日子应该也不会多好过 没想到过了几天 我居然又见到了叶清池 一如所想 叶清池面容憔悴 他站在我家楼下 拦住我 有些事我想跟你说 要说的那天 我已经说清楚了 我不觉得自己和你 还有什么其他必要的事 张薇出事了 李智 薛凡那边 也接连爆雷 最近有人盯我盯得很紧 这些人都是叶清池的狐朋狗友 给我打骚扰电话的 也是这些人 我冷下脸来 还真是上天有眼 遭报应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为什么那天你带陆恒去了趟聚会 在场的人就接连出事 我不知道叶清池什么意思 这个人不简单 他抿了抿唇 我查过他 没查到他的底细 只查到他跟海市陆家交往密切 家家 我承认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对其他女人也动过心思 但我没想过和你分手 我认定的妻子人选只有你 只是我的家庭很复杂 没你看到的那么简单 你要的婚姻 我很难给 叶清池看向我 我这辈子很少后悔 但只有一件 就是那天随口和许瑶求婚 你现在怨我也没关系 但我不希望你被另一个人骗 我的重点压根就不在那些话上 我只注意到 你调查过陆恒 你凭什么查别人 你说陆恒不简单 你就简单 是不是你如果查到什么 用卑劣手段迫使我们分开的人 就会是你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 如果你深正就不怕被人盯 这件事 不管生事跟我先生有关 我都不会查手 而且 他是我的丈夫 你在我这 只是不重要的路人甲 话音刚落 我右手被人牵住 转身 居然是陆恒 你什么时候来的 在你对我真情告白的时候 我无语 陆恒将我挡在身后 看向叶清池 有操心别人家事的时间 不如处理一下自己的公事 恕我直言 叶家形势不乐观 我有些惊讶 居然真的跟陆恒有关 叶清池也是一幕 所以你真的是海城陆家人 海城陆家 就算我不在商界 也多少听说过这个名号 陆恒没回答是不是 转而说道 对了 有件事一直想感谢你 之前你送家家的东西 被他卖了 给我买了块表 说着 他还当真从兜里 掏出来了一块表 款式不错 我很喜欢 这人什么时候 从柜子里拿出来的 居然还随身携带 不仅是我 连叶清池都惊呆了 陆家人还需要变卖女朋友的东西买表 是变卖女朋友前任送她的垃圾 陆恒纠正 家家愿意把她的过去交到我手上 让我变废为宝 心意不同 你放心 我会以你为戒 连你的那份一起珍惜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叶清池 被人气到说出话来 深深看了我一眼上车离开 在今天之前 我甚至都不知道 陆恒这么牙尖嘴利 反应过来 所以你之前都是装的 什么 上次聚会的时候 只要你亮明身份 他们才不敢对你怎么样 但陆恒一句话没说 平白无故 认了个老实人身份 如果你提早就知道 我是陆家人 还会和我在一起吗 我愣住 陆恒继续问我 如果那天他们知道 我就是陆家人 没有说出那番话 你会彻底对叶清池死心吗 我想说什么辩解 但说不出口 陆恒轻笑 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心里还是有他的吧 我彻底没话了 五年的感情 我在刚分手的当口 确实做不到 说完就忘 骗了你对不起 我们一人一次 就算扯平了 被糊弄到楼上 我都还没弄明白 这事儿 是这么算扯平的吗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 陆恒 跟我知道的根本不一样 摘掉眼镜的他 长相出众 性格腹黑 甚至家世显赫 我不明白 这种抢手货 怎么会沦落到 相亲市场 甚至还稀里糊涂 被我逮住了 我见过你 只是你不知道 这回轮到我傻了 什么时候 几年前 在这酒吧 我顿时沉默 他眯着眼睛似回忆 你在舞池 跳得很自由 吸引了我的视线 那时候我刚到北城不久 对这边还不太了解 朋友跟我说你名花有主 男朋友是叶清池 后来我又见过你几次 你都和他在一起 当时我对你的印象 就是自由快乐 不受拘束 看起来就让人觉得 心情不错 我忍不住无敛哀嚎 亏我还装腔做事了那么久 陆恒没理会我的崩溃 继续说道 我在这边的工作 其实不算多 大多数产业还是在海城 直到前段时间我过来 无意间听说叶清池的事 这才知道你们分手了 我苦笑 北城上层圈就那么多人 叶清池和其他女人求婚 暗讽我放荡 在当时成了笑料 陆恒会听到八卦也不新鲜 这一刻 我内心复杂不已 你都知道我生命狼藉了 怎么还会和我 我对你一直都很有好感 翘人抢脚的时候做不出来 但窈窕淑女君子好球 我不觉得自己这么做 有什么不对 正好听说你那阵子相亲 我就找朋友帮忙签了个线 但你不诚实 你没说自己身份 文言 陆恒倾可一声 耳根有些红 我怕说了你就不答应了 和你见面前我上网查了一下 上面说受过情伤的女孩 普遍都会选择出身普通的老实男 所以我特别请造型师 帮我设计了造型 够了 谁能想到 我套路这人的时候 这人居然也在套路我 孽缘 都是孽缘 秉政满一年 我们终于举办了婚礼 仪式上 陆恒自诩 这是一场老实男和乖巧女的婚礼 下面虚声一片 陆恒倾笑 人的性格是多面的 或许在你们看来 我和佳佳有很多行为 不符合主流 对于老实和乖巧的定义 但是在之后的每一天 我都会珍视自己的感情 爱他 护他 做他一辈子的专属老实人 我也会尽自己的努力 让佳佳愿意留在我身边 当我一辈子老婆 在场的很多人包括我 眼眶都红了 婚礼结束 我突然感觉 门口有一道熟悉的身影 一闪而过 像是李玲 我提着婚纱跑出去 门外早就空无一人 扭头的时候 突然注意到 早就被清干净的礼台上 放了一个厚厚的红包 没有署名 上面还有一朵 包装精美的纯金永生花 我把花拿起来 思绪飘回到了高中时代 情窦初开的女孩 总期待着恋爱和未来 那首永生花还很流行 李玲跟我说 永生花的花语 是永不凋零的爱 多浪漫 等你哪天结婚了 我就送你一朵纯金打造的 于是我们约定 以后不管谁结婚 都送一朵纯金永生花给对方 后来 永生花逐渐被时代淘汰 甚至不知道哪一天 还被票选为人们最鸡肋的礼物之一 慢慢不再被提起 可是李玲还记得我们的约定 我笑了 笑着笑着 却哭了 或许陆恒说得对 人生就像一趟永不回头的车 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行驶中 有的人还在 有的人离开 但不管终点是否相同 我们都要感激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一段段旅程的人 是他们 伴我一段段旅途不至于太过孤单 比较老师也只能够流下去了 即适寐 说得多了 并非这边 实际